錄個影 不過你們隨便啦 你們就在四周做你們想做的事就好 放輕鬆 好 少在那邊囉嗦 那個上週七二十八號 台北市的大家和平公園呢 他舉辦了全球知名的 Unite with Tomorrowland電音派對活動 他不斷吸引了廣大民眾的參與 而且市長柯文哲呢 他的現場演出更成為一大焦點 當晚直至凌晨四點的活動呢 卻造成周邊居民的困擾 根據現場的檢測 超過八十分貝的噪音的確違反 當地噪音管制的一個限制 大家和平公園呢其實屬於 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在所有的噪音管制區裡面呢 已經算是標準比較寬鬆的區域 表示這裡大多是倉庫與廠房 但仍需顧及鄰近地區的 居民的環境品質 我們回過頭來問 Tomorrowland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Tomorrowland呢誕生於2005年 原本是個僅有數千人的地方活動 發展至今呢已經成為全球指標性的 戶外電音派對 發源地的名字呢很特別 叫做Boom 雖然我不知道在比利時的意思是什麼 在英文裡面呢 卻可以解釋為巨大的轟隆聲響 但它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當地居民呢也常常抗議活動的造音 甚至對付公堂 一直到2016年 比利時政府呢才正式發給它 20年的環境許可證明 停止它的訴訟爭議 每年到了Tomorrowland活動的時間 怕吵的當地居民已經養成旅遊原型的習慣 這種電音派對呢 對居住環境造成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台灣舉辦的並非正式的Tomorrowland活動 而是聯名的Unite with Tomorrowland活動的主旨 就是透過穿越國界的魔鏡 將全世界同時舉辦 Unite with Tomorrowland活動聯合起來 宣揚愛與和平的理念 利益很棒 不但是個很棒的台灣宣傳 同時也是個刺激觀光旅遊的契機 台灣可是今年唯一一個亞洲的活動場地呢 但這時候我們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Boom在哪裡 它不是比利時的首都 也不是居民密集的一個大城市 Boom的面積呢只有7平方公里左右 人口僅有16000人 台北市卻是一個270萬人口的大都會 人口密度足足是Boom的5倍 我認為台灣當然應該辦這個活動 只要還有機會就應該繼續爭取 但是是否要辦在台北市 顯然是一個可以思考的問題 成功不必在我 Unite with Tomorrowland 就算辦在台灣的偏鄉 熱愛電音的民眾還是會特地嘲舍 更可能還會帶動當地的經濟發展 成為一個特色 大家河濱公園是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夜間呢僅允許60分貝左右的噪音 但要點燃觀眾的熱情 需要80分貝的話 也許這裡並不是一個正確的地方 也許台北市根本沒有這樣的地方 我認為 作為市長 沒有讓一個優質的活動 能夠符合法規矩運行 的確應該跟生活受到困擾的民眾道歉 我希望明年的Tomorrowland 能夠辦在更有明天的地方 好,我是呱吉 這是今天的呱吉talkshare 掰掰 啰嗦 囉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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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嗦